天气已经很炎热了,昨天一个家长在家长群摆影,能不能让老师说说爱美的小女孩吗? 不要夏天只爱穿裙子,三四岁的小孩子,总是随便往地上坐,容易干咬细菌。 再说了,上厕所也很不方便,总是会尿在裙子上,这个建议得到很多家长的附和, 曾分说自己的女儿也很爱美,长大了可怎么得了的话,这时候一个家长说了,三四岁的女孩到了审美的敏感期, 这是正常现象,家长也不要恶杀孩子的这种爱美行为,不然影响以后的审美能力,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 有的女孩长大后,审美能力确实很差劲,就拿我身边的一个例子来说, 上大学的时候,从寝室的一个女孩子总是穿得很土,流行穿牛带布,她却穿着大肥裤子,流行穿小白鞋了,她还穿着帮口鞋。 后来她结婚,让我们去当伴娘,结婚前要买些新衣服,她就办了仇,买的衣服拿出来让我们看, 搭配出来的衣服说不出的别扭,比如说买一件裙子,却没有合适的鞋子和配色来打, 索性的刚买不长时间,我们陪着她去退了,看着给她买了些合适的衣服, 她对自己的审美能力特别苦恼,总是花大钱买一些不合适的衣服, 买什么都发照片给我们看,不然自己都不愿意去买衣服了。 什么样的女孩子,长大了会有我是有这样的苦恼呢? 生活中还真的有这么几位女孩,小时候总穿就衣服的女孩,小时候总是穿别人就衣服的女孩, 心里会有一种自卑情结,尤其是看到周围同学和朋友都有新衣服穿的时候, 她却穿着大小不合适的衣服,内心就变得非常敏感, 总是害怕别人问起她的衣服在哪里买的, 穿别人的衣服,尺寸总是需要修改,不是裤腰修改过了, 就是裤肠被修剪了,总是穿着不合适的衣服, 总是显得拖拖拉拉,说不出的别扭, 这种孩子的审美能力得不到发挥, 因为妹子选择,等以后工作了,能挣钱了, 反而不知道买啥衣服穿, 还总爱乱花钱,微恐别人拿衣服来评价她, 所以旧衣服会严重女孩子的审美能力, 身为被家长打压过的女孩, 孩子在进入2.5岁到5岁这个阶段, 就会进入审美敏感期, 这个时期的孩子对自己的形象有了期望和审美标准, 尤其是女孩子, 喜欢自己挑选要穿的衣服, 妈妈给她搭配的, 她一律看不上, 还总对化妆感兴趣, 幻想自己是个美丽的公主, 变得很爱臭美, 很多妈妈就会特别担心, 小孩子这么小就如此爱美, 长大了可怎么办呢, 还能安心学习吗, 所以就会强势打压孩子, 孩子越是不愿意穿什么, 妈妈就逼着她穿, 强势性的扭转孩子的审美, 觉得朴素简单就是美, 这样其实就是把孩子的审美能力, 当成不好的东西来并除掉, 导致孩子产生了心理阴影, 觉得爱美就是让妈妈生气的行为, 时间长了, 她也对打扮自己失去了兴趣, 妈妈不注重打扮的女孩, 有种女孩没有审美能力, 完全是家庭的薰陶, 如果有一个爱美的妈妈, 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很得体, 时不时买些新衣服来装点自己, 女儿也会受到薰陶, 审美能力变得越来越好, 可是妈妈不注重打扮, 认为打扮就是不学好, 就是浪费钱, 女儿多半也会随着妈妈的习惯走下去, 审美能力得不到锻炼, 自然就会很差了, 所以女孩的审美能力需要从小培养, 这是孩子自我意识发展的表现, 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了, 可以独立做一些决定, 在孩子的自由范围内, 父母要适当地放手, 让孩子自由发挥, 遇到不合适的台阶时, 也就是实际上孩子, 比如今天十几育课, 穿裙子会跑得很慢, 摔倒了还会让膝盖受伤, 我们穿短裤好不好, 审美敏感气是孩子正常发育的一个阶段, 我们需要正确面对和引导, 相信孩子的审美能力, 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, 您的孩子喜欢臭美吗? 您说如何引导和教育的呢? 欢迎分享您的育儿经验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GnewCXYZ,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